2012年,成都地铁车站装修开始注重文化升华。 从那时起,张运谋开始进入地铁装饰设计领域。 当时一号线是17个站,每个站有所不同,各有亮点。 提出了一线一景这样一种模式,既具备功能, 在文化传达城市名片的打造上面,有一个成果。 成都地铁车站装修 地铁车站装修 地铁装修设计 佛山剪纸的特色是铜镯和刀刻 与北方剪纸不同的是 佛山剪纸用 剪纸既凝结着老师傅的心血和记忆 同时也传递着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 历史悠久的剪纸艺术穿越时空 凝固在现代化的地铁站上 搭乘地铁的乘客 一路间伴随着这祖传的记忆 常常放慢了匆匆前行的脚步 体会着佛山的古老风情 在传统观念中 地铁装修处于末端 被认为是穿衣服戴首饰的附加分 注重建筑空间的深度挖掘 将地铁站装修提前到建筑设计阶段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在创作前期会做一个事情 就是无目的地逛街 形象一点说应该叫游走 地铁站的装修设计 基于每一座城市与生俱来的文化特质 张蕴谋寻找设计灵感的两个地方 浓缩了成都的古典与现代 是最成都的代表 文书院更多的是 能够了解到成都本土的市井的一面 这个地方能感受到更多的时尚 把握到这个时代下面 每一个时间节点的一些变化 包括人的审美的方式 闲暇之余 张蕴谋还喜欢到他设计的地铁站里 转一转 欣赏回味每一个设计细节 这个藻井它的设计灵感 来自于我们车站东北方向 也就是我们成都最有名的一个 历史文化景点 叫河江亭 两江相会 这么样一个概念 那么套用这样一个理念呢 我们整个新南门车站 是以滨江文化 淋水文化 进行一个主题打造 全部经过我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了 所以有自己的心血投入在里面 确实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本次列车开往北客站 北广场方向 下一站 大雁塔 翻越秦岭 我们来到西安 乘客正在地铁车厢里 感受着十三朝古都的古往今来 地铁里的几分钟 仿佛能让你穿越千年 梁锡君 中铁一局总工程师 已经在西安地铁四号线施工现场 奋斗了两年多的时间 下面的图层 跟这是不是一样 每一样的变化 我自己出生在秦岭大山里面 家里很穷 当时我们老家出来打工 基本上在城市里边 主要就是从事建筑行业 也想就是选择一个建筑方面的专业 毕业了以后 可以其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帮他们做一些事 西安它是一座历史名城 所以这个文物古迹非常多 除了地面上地下也有 所以西安地铁 它从开始的设计到施工 整个这个阶段 它都要考虑这个文物保护的问题 在地铁施工的过程中 会通过加大深埋 避让地下八米文化层 改变线路设计 避开重点地面文物建筑等办法 减少地铁建设和运营 对文物的影响 对于古都西安而言 一直以来 从线网规划到地铁建设 再到运营 西安地铁 也都以文物保护为首要考虑因素 就是在修地铁的时候 尽可能的把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 梁西军负责的西安地铁四号线十一标 被列为特级风险项目 这个缺天的施工难点 是火车站按挖隧道 下川国铁西安站战场 倒叉咽喉局 隧道里管线纵横交错 信号杆等设施 兴罗齐步 地面上每天有两百多对列车运行 平均七分钟就有一辆列车通过 国内外尚无类似先例可借鉴 被业内专家誉为在心脏上做大手术 按照施工惯例 为降低火车站地下的地铁隧道施工难度 一般采取地铁站和火车站 乘90度直角关系施工 但是这次项目施工设计方案 确定为40度斜角 这是因为如果按照直角关系施工 地铁线路会直抵世界文化遗产 大明宫遗址的正南门 丹凤门 丹凤门有圣唐第一门之称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规模最宏大的唐代城门建筑遗址 未必让丹凤门 梁西军负责的项目施工难度 呈细数增加 工人在下面开挖的时候 上面火车一过 长字面就有还明显的这种震感 他就会向下脱落 所以工人一下子就慌了 把工具全部一扔 人就跑出来 你们领导说安全 你们领导能不能跟着我们 一块在这干活 每天晚上上班这个领导 必须就在工作面上 陪着工人去工作 作为我自己来说 你带领着这么多人在这干这个事情 你还不能把这个压力 反映在你的位表上去 咱们这个大名工 跟咱们这个项目也非常之近 每天早上 陕西这个琴枪 我特别是喜欢听的就是那个华音老枪 就是他那一砖砸下去 你不管他把凳子刮往去 把他拿出来砸那一下 就是说他砸的那个 到底那种音乐的韵律 到底有多强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次有的 就是他那种 把我的那种精神 我觉得非常的感人 全身贯注地投入到那件事情里面去